我跟你說我跟我們不會介紹開放式的關係 我不會讓他出去 我不會讓他出去 關起來啊 用盡管的方式 不管玩具也好 我們就是每一個方式都試過了再說 全部試完你就要去再去 龍龍你真的太天真 你說不去 你說不去他就不去嗎 他是讓你沒有知道他照樣去 關起來 關起來 我們接鏡頭 你等一下接換你 啊 我沒有 我的不會 我的不會 關起來 早安 早安 靈雅 靈雅 片頭片尾曲由圖松鈺製作 他剛剛給我看他的星盤 然後他就馬上問我說 我會窮嗎 我會窮嗎 然後他的二宮 只有那個天王星跟海王星 會突然很窮 超級沒有禮貌 歡迎大家來到龍星大院 那我們準備正式開 停停停停停 色色色人類拿不掉的本性 但是想要合意的色色 絕對不是你一個人說的算 然後你知道人會挑食嗎 那當然也會挑菜囉 那那些如果是在情欲上 比較格格不入的人 到底又該 怎麼快就噓到來賓了 誰去何寵呢 我整個就是卡進去耶 超入的好嗎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更重要的來賓 OKOK 那我們這個對面的來賓 是我們的大乾爹 不要再講這種 我剛好正常來講我是乾爹 好像就是有花錢還是怎樣 我是好朋友 好朋友 好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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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有溫度的客服 畫質都要先讓我講完 因為我有時候路太爽 沒有講到 然後回去就被小檢討 人家都不知道 紅犀牛是幹嘛的 紅犀牛當初也提供我們 非常多的情趣用品 我們都試用過了 當然應該是 身體都歷歷在目這樣 照顧了EBOO的下半生 你現在還要繼續用嗎 當然每天 你看他臉是發光的 鏡頭在照顧一下 鏡頭帶一下好不好 我好害怕 如果 他整個沒有哥哥不露欸 可能哥哥不露的是 我們來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來討論一下 有一點圖物的圓 沒錯 還好你們沒有坐在一起 那我們現在要玩一個快問快答 然後是跟台灣人性愛的題目 是有点相关的 那性生活对台湾人而言是重要的吗 三二一 不重要 哦 你说 我也要玩是不是重要 不重要 不重要 不想撑 你要是说不重要 你们公司就不要开了 但是隆隆刚才说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可是我觉得大家会没有自觉 哦 你要打自己巴掌 我觉得是我要打你巴掌 我觉得大家自觉性还不太够 那在那个调查里面呢 九层的台湾人觉得非常重要 哎呀 啪啪啪 啪啪啪 九层超高的 你竟然会觉得不重要 但我也蛮意外的 就是台湾人原来有那么在意这件事情 九层很高耶 可是这个是不应该只有台湾 应该全世界吧 这件事情 后来就那个调查还有继续延伸 台湾人普遍的性爱到底是顺利还是不顺利 好 三 二 一 不顺利 好一致哦 真的吗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很不顺利呢 台湾在性生活这块比较明智未开版 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我们太多克服了 我每天都在处理这些 性不顺利来找我们 所以我一定是头不顺利 我看太多星盘的胃头不顺利 有啊 你上面找你啊 大家都非常的精准 总共有七层的台湾人对于性生活是没有感到满意的 非常高耶 七层 七层很高 所以九层的人觉得很重要对不对 然后七层的人觉得 就是不满意 没有被满足 我觉得另外那两层说满足的是因为他填的时候 不然你在旁边吧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这种事情永远都不够吧 我自己也会觉得蛮 就是永远都有更好的地方 我真的很少遇到这么观念像同性恋的异女 好结帐啊 真的需要新鲜感啦 因为其实有时候伴侣在一起久了 他们可能真的都有做 可是到后面可能变成例行公事 照表操课 那那种就不好玩了 没错 那如果像这个时候就是 开发事情关系 对有讨论过开发事情关系 也有讲到玩具嘛 是 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来研究 因为我们有几个投稿的人呢 感觉是在这方面是完全不顺利的 有些人又很顺利 所以我们就来猜猜看说 哪一些人是顺利跟不顺利的 那在进入这个猜测之前想要问大家 你们会觉得自己在性欲的这条路上是一个边缘人吗 我们先从那个刚刚那个很解放的那位 你自己开了那边 我应该算蛮大众话的吧 我是大众情人 哈哈哈哈哈哈 大众 基本上喜欢的就是癖好跟大众蛮一致的 但也有很很糟糕的癖好 例如 就是我喜欢看瘦画的人类 你看到马会兴奋是不是 哈哈哈哈 人类有一些对毛茸茸茸 我会觉得很可爱 现在我刚才想问的其实是说 就是你在情欲这条路上 就是都会有人咬 哈哈哈哈 你没有听起来讲吗 我刚才我刚才想说这一题要不好意思讲太直接 哈哈哈哈哈哈 你应该直接一点的 这句话你超没礼貌 超没礼貌 所以我先论试一下 就他听不懂 哈哈哈哈 听不懂 哈哈哈 所以很受欢迎吗 很受欢迎吧 听到朋友们自己看的事情 他那个皮肤那么白 我跟讲他这样的形象 是我们聊得开心 我跟讲直男 直男看到他真的都不行了 我觉得你是国民女友型的 哦 真的啊 好高 好高 我等一下会摔死了 哈哈哈哈 然后观众在底下都在说哪里哦 第一个是我 因为YouTube的留言都很显恶对不对 对啊 YouTube的留言很可怕 真的 可是我觉得直男看的可能 今天看的这部就是手下面会一直握着 哦 就是一直看他的画面 那你从国高中的时候就是很顺了哦 哦 没有 国中的时候应该不算 就是国中的时候还蛮丑的 就是黑黑矮矮小小 你要讲很浪漫的话 我不敢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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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叫运动啦 常常打球 所以会晒比较黑 对 哈哈哈 但是是哪一个时机让你改变的 就是你是有为了要迎合大众而去做调整吗 我是念了正大才不受欢迎的好不好 哈哈哈 念了正大之后都一直跟男同志在一起 哈哈哈 才不受欢迎的 你们误我一神哈哈哈 你是正大的啊 对啊 厉害厉害 我们在场都是 才那个 没什么啦 哈哈哈 可是念正大的女生 如果不是念思想越 应该就是蛮不受欢迎吧 还是只有我 哈哈哈 只有你只有你 因为我念正大四年 就是法忍万人 revelation 所以我们都没有遇到困扰的意思 正大的 сделал 正大的那一阵子有 对 就只能去外面找 就是可能 我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流行玩就 啊 噢 我 好老 哈 那时候她要去夜店那tól 我那时候是夜店 就是裝醉然後倒在別人懷裡 真的喔 啊有成功嗎 有啊有啊有啊 可是妳覺得到底為什麼 妳的優勢到底是什麼 只有妳看不到 妳自己覺得 對啊 到底是為什麼 妳太囂張了 是妳覺得臉蛋嗎 還是身材 還是聲音表情 到底是什麼 OmerO來講 每個地方都蠻好的 個性 然後身材 然後 然後長相 不要那麼認真 分析給妳聽 長相90 身材70 然後個性100 哇這是完全一帆風順耶 那我們換過來就問一下龍龍好了 開始搖頭 那龍龍在情欲這條路上 算是有順遂的嗎 蛤 他知道妳在問的情是什麼嗎 我個人覺得我的身材臉蛋 跟個性分數也很高啦 但是出於一個個人意願的狀況 我沒有太多的那個去發展這一塊 所以妳是完全沒有想要做這件事情 對比較沒有 所以就導致妳成為邊緣人 但起因是因為妳不要 對是我 我們 對標準高 我知道我要什麼 怎麼牽強有點牽強 那妳真的不會想要喔 不會想要特別跟 不認識的人 比較是這個狀況 他要先有愛才有性 他希望零肉合一吧 沒錯沒錯 但至少我們周遭認識的男同志 畢竟我們都是跟性解放這個名稱綁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是蠻放蕩的 所以我就跟整個世界都跟不弱啊 那妳會有壓力嗎 因為這樣 其實有時候反而會有個期待感 就是我覺得這個狀態很特別 所以就想說 就是我覺得我的愛情也是特別的 的這種感覺 我聽不懂 這個連結在哪裡 就是我覺得我在這個群體是屬於一個比較少見的狀況啦 所以如果假設未來真的有愛情來的話 我其實會格外珍惜 大概是這種感覺 我覺得他應該是那種到時候真的有的時候 我看他會加倍奉還 一天要五次的那種人 那我們就願聞其想了 對對對 到時候就看你願不願意開OnlyFans轉個圈 對啊 現在好像變成是一個男同志必備 真的嗎 男同志都有OnlyFans嗎 就是很多人不是都會有嗎 這在那個同仁圈裡面是很流行的一個類別 你至少擁抱二次元後還會想約炮嗎 比較少了耶 我覺得就是我的期待值 太高了嗎 好像沒有辦法找到 你希望對方長得像五條霧這種 對啊 那我也只能歐囉 對啊 這個空間突然好冷 好啦 那我代表一下中間值好了 就是我基本上就是真的都還是約得到 就只是有時候你要約一些比較好看的人 就約不到 這個我很懂 像我就不約吉打怪 因為就覺得這個難度對我來講太高 我就為了增加自己的那個 比例啊就是那種勝率 勝率的話我就不會去約走人 所以其實大家理論上 某種程度上大概知道自己的分數的感覺 是不是 像你剛剛講說什麼提高勝率 或是你覺得對方可能分數太高 就比較 就是他有很多選擇的時候我就會不爽 他就不一定會選擇我這件事情 我不太開心 因為那樣就會有點不對等 而且他會變比較弱勢 被選擇的 那我們講的這個邊緣人是不是就這種感受呢 對 他可能覺得 他可能嘗試之後發現 欸他好像沒有獲得什麼選擇權 對 然後好像永遠都被挑勝的這樣子 就有點辛苦 啊我要哭了 你會被打 有心一百分 這個請觀眾朋友自己評判喔 那我們現在看第一個投稿 就是可能是這個狀況 那第一個投稿叫做小小圓丁 然後他說他的關係有點複雜 他是小小圓丁是男生 然後他說他的前男友 跟他在一起 然後開放式關係差不多八年了 但是他們的親密關係好像是不會做愛的 那後來呢 男友他就遇到了一個天蝎女之後 他們就大做特做 然後持續了非常長一段時間 他們就維持了三個人的關係 好像兩三年這樣就共享一個男朋友 這個女生就開始就是一步要越來越多 他就希望是一對一關係 所以呢小小圓丁在旁邊看著就覺得 非常的就是有一點難過這樣子 所以他就覺得說那我就不要待在這個這段關係裡面 我就提分手 希望他們可以順利的結婚 我覺得他在酸你 我嗎 不是酸你 他好像在酸那個前女 因為他就說他有去找別人 就是看他們 跟這個男朋友合不合的星盤 結果去合起來之後就發現說 那個女生就更合多了一條線 他後面就講說 是啦他是比我多一條線 但我的男朋友跟我吵架的時候都不會打我 所以他應該是在講說這個 會打那個天蝎女是不是 對就是我覺得他們 好棒喔 他還去問人家媽媽 他怎麼認識人家媽媽 對然後他為了要今天有這個星盤 可以清隆隆來解說 他還跑去問那個天蝎女的媽媽 他的出生時間 太怪了耶 你在罵小小圓丁嗎 不行嗎 他是投稿人耶 但是應該說反而他就是覺得說 他在這個非常長的時間裡面 他投注了非常的多 那他不知道他到底還有沒有適合這個人 那他有時候現在遇到了新的人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說我要不要把我的真心拿出來 因為感覺很容易受傷 諸如此類的一些提問 這個故事聽起來蠻悲催的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遇到了一個小三 然後小三搶走了正公 而且正公只跟小三打砲 然後還不跟他打砲 就是為什麼還會遇到這個狀況呢 小小圓丁 星盤是有解說的嗎 但我覺得小小圓丁的狀況也蠻特別 就是因為 我覺得他先不要太跟那個天仙女比較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全世界都比不過天仙女 哈哈哈哈 我覺得社會星座最難最遇不到的星座 最厲害的嘛 對 他那個針一扎到什麼 那個夜列列物就是他的 社會上有誰是天仙女啊 唐老師 哈哈哈哈 他等一下就會扎你 但我覺得我先講一下小小圓丁 他的星盤的配置 他是一個上身雙子座 太陽天秤座跟月亮獅子座的人 然後我覺得他第二個比較特殊的狀況 所以他的金星有零度六分像冥王星 他的金星又有三分像天王星跟海王星 那我們今天就專門講這兩組關係 是什麼意思 來 上身雙子跟太陽天秤座的人 這個人他其實追求的是 不管在任何的關係或任何的形式當中 我都希望是 一定要溝通 溝通之外又是一個平等互惠的關係 他本來打算要三人形 他如果覺得OK 大家如果都是對等的平等的 可能還OK 可是後來就是他的男友嘛 對不對 他男友選了那個天仙女 感覺天秤有點傾斜了 所以這個狀況 對這個人 小小人來講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在於他的 重點是他的月亮是獅子座 月亮獅子座的人根本就不能接受輸啊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有這個配置的人 如果你今天也是有天秤座或獅子座能量很重的人 不要再騙自己了 你們根本不適合看方式關係 我覺得你們不適合 可是我要講的事情是 我覺得這件事對小小人來講 並不是一個這麼大的傷害 因為雖然他的精心整體來講 特別是零度六分像迷亡心這個點喔 他在講的事情其實是 他的精心會不斷地遇到一些很 催滅毀滅性的事情 可是其實是幫助他建構他對愛情的 更擴張他的認知 他精心的本身位置算是強而有力的啦 那伊布如果你是小小圓丁 你會接受這個狀況嗎 我也不會耶 你說你會離開這樣子 我沒辦法接受他只跟別人做愛不跟我做愛 對啊這件事 因為可能小小圓丁跟我比較不一樣吧 他感覺對性欲沒有要求耶 還是他其實有 因為我看不太出來他到底對性欲有沒有要求 因為我自己不能接受 我本來就沒有很接受開放式關係 我就更不能接受就是對方 跑去跟別人做愛不跟我做 我想說我是多不舒服 就是跟你做多差 你有多差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就是小小圓丁 你如果你在聽的話 你有先見 你如果遇到這個情況好 我看到這個 我從旁觀者看這整件事我會覺得 那你有想過為什麼男朋友是跟天蠍女做 就是跟外面女生做 然後不跟我做 那我們中間出了什麼問題 是性器官不契合 還是技巧不好 還是你可能對他沒有性的吸引力 還是說你讓他有其他的壓力 你懂嗎 我覺得這很多都可以去探討 就是我覺得你要先 我不是要檢討被害的人 可是我覺得 有他在檢討的 真的假的很可怕 我們要被罵了吧 他也不算被害人 不是就是我覺得 我要變得更美化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關係是你們兩個 一段關係中 你們是兩個人一起去經營 所以不會有說我都迎合你 或是他都迎合你 不會 是你們要一起去變好 那今天他沒有辦法跟你一起做 那你可能要有沒有適合去找原因 因為我從這一段話 就是他的那個故事 我沒有看出他要去找原因 他只有說了一句 子跟天蠍女做 我懂我懂 所以我就會就是 在想說 那到底為什麼他不跟你做 他好像沒有透露出了天蠍女以外的 那個造成他們性害不合的一個 但我覺得這是我無法評斷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剛剛在想有兩條 剪套大會 我剛剛在想有兩條線 第一條線是男的 雖然是雙性戀 可是他不想要幹屁言 之類的 我剛剛有在想 會不會是這個原因 如果是這個原因的話 那我覺得這段關係 從開始就有一點失衡了 因為 有可能想要的原定 還是渴望被幹的 可是男的不願意幹他 他只願意幹女人 對 而且都交到一個異男的 那這樣他是雙性戀嗎 不知道欸 但因為他 就是因為沒有寫得很清楚 對 所以我有點不確定 所以我覺得這段 就是如果他描寫的 是我想的的這樣話 那這段關係剛開始就有 蠻大比例的失衡了 失衡了 就是如果他剛剛又 星盤又是那樣 他那麼在乎平衡的話 那這個男的 跟這段關係 就只會帶給他痛苦而已 他們在一起很久嗎 總共八年欸 啊 所以我覺得他會答應這個 我覺得可能是他 已經有在為這段關係 做出的努力 開放式關係 可能是他可以做的讓步了 可是男方可能 就是要的更多了 你剛講到讓步這個詞很好 因為我單純從星盤上看起來 我覺得大家就是 反正大家自己反思到底 這件事情真的有沒有效 你可以問自己說 我到底適不適合這個模式 我相信有人很適合 可是蕭小圓丁 從星盤上看起來就不適合 因為他其實拖了兩三年欸 就是蠻長的一段時間的 他應該是真的很愛他欸 那他應該在性愛這方面 卡住了這件事情 那就是不適合 大家不要再騙自己了 真的嗎 你覺得一定要有性才有辦法在一起 我們華人社會 最常會忽略性這一塊 就是穩定關係之中 你要很多指標去考量 比如說愛情觀 財務觀 家庭觀 很多價值觀去考量 可是有一個是性器官 契不契合 跟性事契不契合 那這一個 如果你要跟這個人結婚 可是你這一個性方面是不契合的 你就不要結了 因為這個是你一輩子的事情 對嘛 那你們就家具跟家裡空間就是不合嘛 所以只要有人遇到這個狀況 你就直接推薦說分手 好我反過來問你 我們今天不要講性 如果今天你的價值觀跟這個人 你其他性財務什麼都合 就是價值觀不合 你可以嗎 你懂嗎 我好像會想先溝通看看 會不會那個小小圓丁就是這樣 有些事情是 我覺得就是磨合啦 把它磨成為了的樣子 就是磨合 這算是一個 你能夠接受的條件吧 就是有些人可以接受他結婚之後 就一輩子不做愛 可是有些人就不行啊 我跟你講沒有人可以接受 他都是結婚的時候 我覺得我可能可以接受 然後兩三年就開始來了 因為這個問題他會存在在那 你只是暫時把那個種子就是 不澆水 可是他總有一天苗會發出來 他一定會在 我是真的沒遇過不做愛的 可以接受不做愛 可是就是我不知道 世界上是不是真的 因為真的每一種性相都不一定 心癖也不一定 也有可能有人這一輩子 就是不想做愛 然後他們找到彼此 但是我自己是沒遇過 柏拉圖式 因為我想像上我覺得好像還好 我的性的家權比重 沒有這樣那麼重 可是可能因為你過去的經驗 沒有很好啊 是真的遇到好的 他也有一種是對方不接受啊 就是失衡了 像這樣的狀況就是 假如小海瑞你可以接受 他跟他在一起 然後一輩子他都不要 就是不要做愛 但是男的就無法接受 他才去找天蠍女啊 所以這段關係就失衡了 他們的條件就沒有對著 就事實證明你是有性需求的 但只是不是我這樣 對 就是他當然那個男生 當然有性需求 那我會覺得是不是男生 他天生就是喜歡 女生的穴穴 而不是後庭 因為其實後庭跟女生的穴穴 玩起來的感覺是不一樣 因為後庭就是只有那個口是緊的 可是穴穴是會溫暖包覆的 就是他兩個還是有差 但還是會熱熱的啊 就是都是好穴啦 我們不要貶滴血 我們不要貶滴血 等一下 不對不對不對 我不是說後庭不好 不是喔 我是說對於這個直男來講 他要的是硬道 有差異 他本身內心就是像有些人 他就是喜歡吃飯 那我今天就是跟這個吃麵的 對可是我最終我還是 敵不過心裡想吃飯 對沒有誰好誰不好 沒錯 我們再看一下他的那個一些題目 他有點害怕說他現在談戀愛 是不是只能小心翼翼了 他會不會一直遇到這種事 我跟他說他會問這個問題 就是源自於他的精心就是處女座 精心處女座的人 就是在追求一個好像很完美 或是很怎麼樣的一個愛情 所以他才會問這個問題 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已經很小心翼翼了 然後這些精心帶來的經驗 已經讓他覺得 我下一個是不是要找一個更好 更怎麼樣的那個狀態 但會不會標準最後他太嚴格沒有人 因為我剛才說你硬採的西瓜不會甜 你只要遇到你感覺對就去 談戀愛或愛情本來就是這樣子 就是會有甜跟苦 那那個苦也是養分的一部分 你就去享受他 在你還可以享受的年紀 盡量去戀愛 盡量去做愛 我也要哭了 好感人喔 做到魔破皮都要做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他就是在乎太多 反而搞不好因此錯失良機 這是精心處女的人會有的問題 所以精心處女才會是弱世衛 對沒錯沒錯 那如果是熔熔遇到這件事情的話 你是有辦法接受的嗎 你說我是小小原地的狀況嗎 沒錯沒錯 我覺得我會跟他落入一樣的 就是我一開始會覺得 好那既然這樣可以改善我們的關係 我們試試看 然後弄一弄到後來我就發現 欸不對喔 我怎麼輸了 的時候我就會找天仙女對決 然後我就發現我打不贏天仙女 我覺得放棄 你要怎麼對決 可是 天仙女長話的性 可是可能愛還是在我這邊啊 會不會有嗎 I don't think so 剛剛前面好像有一題是那個 在講說 到底一段關係好不好 然後性視這件事情 好像佔了六成七成 是影響一段關係的健康度這樣 這七十分我都不要啦 我就可以拚掉三十分 我覺得是親跟愛對相苦相成啦 對啊有時候一定要貼近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那個愛的感覺 有時候啦 就是他比較像阿凡達 你要有人與人的連結 那個生理會影響心靈 因為我們的那個腦波那些還是會 共鳴 好我跟你說我跟我們不會接到開放式的關係 直接走學這一集了嗎 我不會讓出去 關起來啊 用盡管的方式不管玩具也好 我們就是每一個方式都試過了再說 全部試完你就要去再去 龍龍你真的太天真 你說不去 你說不去他就不去嗎 他是讓你沒有知道他照樣去 關起來關起來 關起來 關起來 等下今天換你 啊 我的不會 我的不會 還是我的不會 終於我還跟你說實話 我知道這件事在你們身上會發生 可是我沒有 就你最特別 好期待喔 拜託你到時候真的交往的時候幫我們拍一個實境秀 可以 我也會願意拍 全民監督他 省了我費力 我再打開電視就有 好偉大 那想要問一下伊布 因為你開始已經有年紀了 我殺了你啊 沒有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過去會有人說這件事是一個約炮上的門檻 你有覺得這件事有發生嗎 有差 我現在已經有30歲了差不多 然後我覺得是 我剛剛有提到可能我條件就要放低 我不要再笑想 就是我可以約到什麼 啊 六塊肌 然後很帥氣 然後模特兒 你就放棄了嗎 我本來就不積極啊 我是覺得我約炮或者是frotting的對象 我不喜歡條件太過不對等的 我希望我們是門檔戶對 就各種條件上 剛剛好 對剛剛好 我不會去月籍打怪這件事情 所以年紀會幫我 如果年紀會拖累我的話 我可能就是在年紀上會少很多條件 比如說我可能就不會找小我太多的 然後可能以前會無法接受40歲的人 現在可能可以了 如果他40歲也是老當一壯 那現在就可以了 蛤 可是我覺得你剛剛說到一個年紀的調整 那也可以調整你的年紀啊 你說騙人嗎 三十變二六五 這是詐騙耶 三十變二 不是他三十變二六 那你又沒有要跟他長相廝守 可是我看起來也不像三十歲啊 說死在四八 我認證中你大概二五啦 視覺年代二五 二五有點太高了 真的嗎 混合關係就差不多 因為他還是有社會化的那個 二十六緊繃啦 我就覺得三十六了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我突然想到一個故事 我們最近就是 有一個女生 他就固定來買那個龍龍最喜歡的那個 大白沙買從飛機杯 就是你 他趴在地上玩的那個 好 detail 因為我一直記得 他一直在那邊磨來磨去 他一直在那邊磨來磨去 就有個女生他就買 今天買 然後隔幾天隔一兩個禮拜 他又來買一個 然後他連續好幾次 然後我們就發現有時候異常 但我們系統會跳 然後就看到我想說怎麼會這樣 他是不知道我們家有保固嗎 那我們就主動聯繫他 結果不是 他是一個性工作者 然後他的年紀三十多 這個產業來講是比較資深的性工作者 他意識到他拼不過那些 剛出來的十八歲十九歲的年輕妹妹 因為他的顧客也是四五十歲 樂靈快要到樂靈那種哥哥級 哥哥們 好會講 真的真的 然後這些哥哥們就是回頭率越來越低 那當然就大家會講說去找別人 然後他你知道他做什麼方式 他就是用那個大白鯊賣從飛機 變成包套組一萬五一次 如果你有找到技巧 那個男生會爽到不行 還會再送他一個大白鯊賣從飛機杯 不用再買那個東西 這來電禮欸 不是我覺得很好 我們可以做一個長期的合作 對啊 我太感動了 我覺得他不服輸 他沒有說我現在三十幾歲 然後我就輸給這些年輕妹妹 沒有他繼續 因為他還有房貸要還 我是沒有房貸 但我很服輸啊 不行 我也不能服輸 不要爭氣 沒有去坦白講 我以前可能可以接受 但現在不行 我現在就做了兩次 我就說我們先睡 所以現在弟弟對我來講 現在弟弟對我來講 有一點點太 可是你要幹嘛 可是你要做什麼事 你不就躺在那裡嗎 他就累 女生也要跟著互動啊 因為他喜歡的就是躺在那裡 沒有高潮也很累 因為我之前有解釋過 女生的高潮是這樣 你們男生可能是這樣 然後女生是這樣 下次可以再約一個 然後他就一邊動一邊看漫畫 我之前真的曾經有試過 我們之前就曾經玩過這一組 他是喜歡就是那種 就是讓你沒有辦法專心做事情 被我感到就是受不了 等那種感覺 對他喜歡那種 所以我就想說好吧 但我後來是 這樣很會玩耶 我覺得要開這個時間 佔你心裡 對啊 是就是那個時候 我真的就是後來 又再回去看那一本漫畫 因為真的都沒看懂 哈哈哈哈 我看不到 真的啊 我都只在翻著敷衍他 因為真的完全無法專心耶 好偉大喔 對啊 但剛剛講到年齡差距 那那個情趣用品商店的年齡差距 會體現在什麼數據上嗎 比如說年齡越大的買得越多之類的 因為我們家是 紅心牛是做30歲以上的客群 那30歲以上他的東西都要比較有質感 然後品質要比較好 宏觀來看 年紀越大 大部分積蓄會比較多 經濟能力會比較好 所以東西都會比較貴 比較大學生的東西 他都比較小巧可愛 然後比較便宜這樣子 雖然是做情趣用品 可是我還是都是推薦大學生 或是社會新鮮人 你們不要買情趣用品 你們就是 你們不要買 你們就是盡量的去做愛 當然你的 你的那個安全措施要做好 真的 我真的很推薦大家 你是不是有遺憾 我沒有遺憾 我是 以前玩玩很瘋 就是 你知道我那天就是 遇到那個高中生 兩個 你就明顯感覺到 就是那個男生手 一直放在口袋 然後一直在喬 因為有一點那種感覺 那你知道我又做這種 情趣的產業 我又更可以就是 get到他們在幹嘛 那我就坐在他們前面 然後我就覺得 好美喔 好年輕 讚喔 真的 我現在沒辦法這樣 我也是 為什麼 沒辦法那麼說 說快就在公共場合硬吧 那你要多配一點超猩猩 對 他給我壓力 誰會在路上才會硬啊 超猩猩 久在那邊要噴 我30歲以上一定需要 所以 我真的很好奇 所以男生不會就突然硬起來喔 很難 以前真的很容易 好可憐的話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那個心 心靈的那個 就是 譬如說我要去見到女生 或是我要幹嘛 或是突然那個女生胸部碰到好 突然的 他會突然就是 狼狼的 我想要 double chain 我想要 double chain一下 因為我國中那時候旺盛到 就發生一個很尷尬的事情 是 因為我們班 就是我們要去別堂課 別的教室上課 走一走就是有反應 然後前面有一個別班的男生 就我們本來是一個等間劇 在走走走走 可是因為我已經開始有反應了 可是不是因為他啦 但就是突然 然後突然一個 不知道什麼他突然停下來 然後我就往前跟他靠的很近 你頂到他 沒有要頂到 可是就是他那個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他一直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他手突然往後 喔 然後他就敲到 而且是這樣 這是電視劇的劇情耶 天啊 他就超驚訝的這樣子回頭 然後 他是故意的 欸你是變態啊 然後我會心啊 然後我整個視線就是完全沒有看到 我就一直往直線 後來真的沒發生過這件事了 要是長大發生這件事 會不會顯得me too 這太恐怖了 欸但是 對啊 所以你說現在就真的沒辦法了齁 現在不會 五歲起來什麼都還好 沒有陳柏了 陳柏要看狀況 可是我本來就比較少 就比較那個 我本來就比較少陳柏 好啊該哭一下了 你這樣好可憐喔 不是等一下 我覺得還是要以正正 你就是我 怎麼了 這是正常的吧 我覺得應該是說已經有歷練的哥哥們 他知道什麼時候該應 什麼時候不該應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你硬起來的時候多硬 你是像小黃瓜 還是像有帶皮的香蕉 還是沒有帶皮的香蕉 還是像蒟蒻 哇好會形容 就是還是不一樣 因為我有看那個泌尿科醫生 他們會拿那個香蕉 好會形容喔 對 你就常遇到帶皮香蕉啦 也要看興奮度吧 就是心情的興奮度好像也有差吧 會 跟有沒有新鮮感 因為其實你們哪個沒看過 該看的該玩的都玩一輪了 提不起新鮮感 真的喔 好吧 好險我還有 我還有劇情感 太好了 那還有很多空間可以發揮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個那個投稿的人 然後下面這一個呢 基本上他的故事是 他的信錄完全沒有順 然後他一約炮就得到才華這樣子 我們來稍微聽一下這個故事 好可憐喔 你在笑嗎 我沒有這個故事 好可憐喔 那個人叫San Diago這樣子 他就說Linia你好 他是來自一個密教如宿的家庭 他的爸媽呢是被指婚的 感情呢沒有說不好 然後只是問題是媽媽太虔誠了 他們在情感上呢 因為這些前面的原因 他說他導致他有點扭曲 他出生的地方其實是在阿根廷 原因是因為道長裡面的長輩 就跟他媽媽講說 就是你要不要生一個去阿根廷拿綠本的小孩 因為他們要拓展他們的宗教的 他變傳教士 對對對 有一點像那樣 但他媽媽其實就只去那邊 把他生下來之後就回台灣了 所以他就免費拿到一個 就是阿根廷的護照這樣子 他在講這些故事主要是要講說 他媽媽有多虔誠 然後也因為他曾經很相信這個宗教 導致他後來就是 他說他社會化的過程其實是蠻痛苦的 因為他就說他國中的時候 就已經有異難忘了 而且他那個異難忘是 全班跟全補習班的人都知道他愛他 就只有他自己不知道的那種故事 我要聽 然後他就這樣講而已 他就說他知道那個是一個很深的感覺 但他當下好像不知道這個叫愛這樣子 所以他那個時候也不知道他是一個gay 也是蠻遲鈍的 然後他後來讀了研究所之後 他又發生了第二次的異難忘 他才發現說 我是不是同性別 這樣讀得到研究所 這樣大學可以畢業 應該是說他整個過程可能情感教育 他的認知 對他情感教育比較讓他不敢去想這一塊吧 可能他不想承認 那也因為這樣子他後來就想說 那我就去下載交友軟體 我終於承認我是gay 那我去下載交友軟體 結果天啊 我下載交友軟體才發現說 我跟主流完全格格不入耶 所以他就一直在單戀的狀況 然後都沒有真的進入感情 是不是感同身受了 是不是感同身受了 臉色隆隆 因為他剛剛突然 嗯 是嗎 有這種東西觸動到你了嗎 我是倒田裡的一朵鮮花 我的狀況不一樣 sure 那那個Stan Diego他就特別在講說這個性的事情 長期他被壓抑著 然後他就說他非常嚮往那種因為性吸引力 然後就自然相遇的那種場景 可是他好像很想要得到那個但他好像自己永遠都在沙漠裡面的感覺 我覺得他形容得非常的生動 嗯 所以這件事情就讓他非常的難過 後來他就好不容易去約炮 結果沒想到回來竟然就得了就是菜花 所以他就至今都沒有在約了 所以基本上他整個性史是真的很坎坷 然後他後面有稍微講一下說 他的坎坷程度剛剛主要是發生在性 但他在讀書的過程啊讀藝術的過程啊 然後做自己的過程他好像都有因為想太多 導致他找不到自己的這個過程這樣 好這麼這麼恐怖的問題我們先問一部好了 如果你是San Diego的話你會怎麼樣 嚇哭了 我嚇哭 決定要重來是不是 但是他的狀況感覺是比較像是 他想要嘗試但不知道為什麼他剛好經驗沒有很好 所以導致他現在有一點恐懼 因為他還有講說他那個時候嘗試想要自己用情趣用品 然後結果不小心還戳壞了他的後聽這樣子 可能就是要慎選情趣用品吧 我這樣聽起來如果他可能家裡是很虔誠的那個密教 我聽起來我覺得他是不是不太有性方面的知識跟防治 他第一次人家說無套他就無套 然後跟他不再用論化液 你先把自己身體過好之後 那我覺得你之後還是可以再去多探索 就不要因此就放棄 不然我感覺你很想要這件事情很想要嘗試 那你第一次可能碰到釘子了 但我不覺得那個就是故事的結局 我覺得如果你想要嘗試你還是有這個心的就是先去學習正確的知識 然後我就不要害怕跟別人討論 就算你不敢跟身邊親近的人討論 比如說家人或親友你都不敢他們討論 然後你慢慢的懂得那個快感之後可能再出去約炮吧 然後約炮就是前輩們 同性戀前輩們很多經驗 你可以問林娘直接推進台 論化是最重要的 在同性戀性交裡面 還有前面放鬆跟那個清潔 所以這樣好不好 San Diego如果你現在正在聽的話 你來私訊紅心牛你來找我 我叫Jesse你找我 我直接送你一支M1 然後我會教你怎麼玩 這樣子好不好 San Diego 就是我覺得這是我可以幫你做到的事情 因為我聽了我會覺得他很想嘗試 可是因為他家庭的前面這麼一大段導致他這樣子 那對啊都已經發生 那我覺得我們就想辦法怎麼解決 可是我覺得你在約炮市場 你可以有另外一種就是優勢 就是你會變成是很像 純情小男孩 就是未被觸碰過的 對的那種感覺好像很清純好像很鮮很嫩 我覺得那也是你的優勢 所以你不要氣餒 但年齡快不行囉 有一個好壞的神經 有一個好壞的神經 他年齡也跟我們接近啊 等一下你跟San Diego會有共鳴嗎 還是還好 你覺得他狀況不一樣就對了 不一樣不一樣 OK 所以San Diego的星盤講了什麼 San Diego是我們目前看到最慘的星盤 哈哈哈哈 你怎麼知道 不行 這要壞女人 壞女人 壞女人 是壞女人 是因為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專心的星盤當中所謂的相位圖形嘛 然後之前很少跟大家提到大十字 大十字是說你的星相當中有非常多的行星呈現對角 對分相跟四分相衝突的狀況 他的狀況是他的大十字 他全部星相都是大十字 幾乎全部都大十字 所以他人生各種議題 永遠都在互相的碰撞 然後每一件事情的好跟壞 都是跟另外一件事情非常有關聯 我們今天整個談論的重點 我覺得蠻星相中 蠻可以從火星八公處女座來看 因為處女在傳統占星來講 跟衛生有關 跟健康衛生有關係 然後火星八公 可能會有些奇妙的性經驗啦 然後這些奇妙的性經驗 通常都會伴隨著 性病是其中一塊 通常是傷害型的 或是比較強烈的 因為火星是這樣 因為土星八公你容易害怕 可是火星八公是講說 我不怕 我藥之後受傷的感覺 所以這是他火星配置的狀況 反正我覺得San Diego 應該從小就蠻對於生死 對於權力欲望 對於這種類型的創傷 從小就因為家庭蠻明確的 嗯哼 這是我覺得他生命科技 比較困難的地方啦 所以有解的可能嗎 這樣聽起來他這個壓力 過去的壓力是很大的 但未來呢 我這邊提供原因方法 請找洪犀鳥 怎麼丟橋 怎麼丟橋 剛剛有提了啊 如果你想要就是 對啊 就是如果你有玩具上面 然後或是信一些知識啊 什麼你想要問的話 你當然可以自己Google 那你也可以來問我們 那如果你是有關醫療疾病方面呢 你要找專業的密尿科醫生 對 但如果說要想說我要玩玩具 但要怎麼避免受傷啊 他如果是玩後庭的話 我覺得他有可能是他沒有潤滑不夠 然後跟他前面可能放鬆也沒有放鬆夠 他就是怎麼擦不進去 怎麼擦不進去就直接卡 硬給他弄進去 那那個其實都會不舒服 然後跟他的玩具可能沒有那麼的好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實際 我沒有看到實際用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一些都要去 呃 檢視一下 我可以再補充一下啦 就是反正你剛說提到解決方法嘛 嗯 就剛一開始可能嚇到大家了 哈哈 我覺得詹欣 詹欣有一個說法 說如果你有大十字的話 生命會過得很慘 可是如果你跨過大十字的門開 你的生命會 越有更高的成就 我覺得這樣很好欸 有一個正向的 對啊 你先賞了他一巴掌 然後現在再給他爆一個紅包 特別是撇除剛剛那個火星的傷害之外 他的大成就其實跟他的木星射手 他的異國文化的身份非常非常有關聯 因為這一組 我覺得要給神尼亞個最後一個建議就是說 他本身整個星盤開起來的話 他的金星、水星跟月亮 這三個都在雙子座 所以他其實是大十字當中能量最強的一塊 因為其他都是一顆星一顆星一顆星 可是這邊有三顆星 所以雙子座的能量 他如果可以好好發揮的話 其實是可以有效制衡 或是讓這些衝突扭轉變得順利 那雙子座 你一定也很懂 雙子座的人 這個能量 一部也是雙子座 雙子座能量要幹嘛 很多好奇嘛 多學多問 多跟別人交流 他就有好奇心 然後就得病了 對啊 可是在這邊 這次會試分享 所以沾心告訴我們說 一定會發生這件事情 可是你要克服他 就是你要再多問 你要再學到徹底 我覺得你很勇敢 因為要是我自己遇到這些事 我可能 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 那你至少還有出來 就是 出來問問題嘛 來找我 我寄一套給你 然後教你怎麼用 都在Jesse學習啦 不敢不敢跟你分享交流 去跟Jesse要吧 要你的幸福 等一下喔 你要打HPV喔 你雖然得了 你還是要去打喔 HPV人類乳酪 那個男生女生都要去打 那不只防子宮頸癌 他也可以防陰莖癌 睪丸癌 他都可以 HPV基本上好像酒駕的話 什麼都可以 都擋掉了 那些HPV 大部分 可是 我上次聽醫生說 就是 如果大家最後都打酒駕 那那個酒駕 房的那一些病毒 我就會慢慢就沒有 可是之後新的又會再出來 對 可是反正我們疫苗 就是慢慢的在進步 看醫部的時候 一定要做阿房 不做窗塑師 不要再無名化醫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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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愛知 現在醫部的無名化更嚴重 你好偉大 怎麼會這樣 我沒有料到會變成這樣 我也不知道 但你有因為這件事而困擾嗎 還好吧 沒有 沒有到困擾 但是 可能因為最近也沒有什麼在約了 所以就不會困擾 可是我在想 如果我真的就約了 或者是跟別人談戀愛 醫部這個身份 可能會成為我的絆腳石 哈哈哈哈 認真想來應該是個絆腳石 所以你戴著太陽眼鏡是對的 對 認真想來應該是個絆腳石 可是戴那個就認不出來 怎麼樣 我會一開始會 你也是因為怕 就是工作上的往來的 因為我畢竟還是偏向於就是業務型的工作 所以 專業職場人士 也不一定 可能只是領薪水 真的沒有 那你們會擔心說 年輕的時候沒有好好玩 就是辜負青春嗎 因為剛才Jesse是這個立場 對 那醫部會害怕嗎 我一開始也不是害怕辜負青春什麼的 就只是因為一開始會出來約炮 但就是因為太寂寞了 每個人的選擇不同嘛 我反而是 就是 就像你講 我可能到了30歲後段 才開始陷入就是 熱愛BL 就我以前會看 可是以前可能不會是那種 像現在 因為有同好 然後我們還在自己辦了一個小型社團 那會網 欸會網劇嗎 會 那那個網劇要聊什麼 我們約出來看本質啊 他們一起讀書 我們帶很多 讀書會這樣子 他們禮拜天會在西門町 然後看完要交換 對對對 非常感人 然後都沒有講話就是看完 會啊我們會會偶爾會就是 謝謝思雨說 這本怎麼樣 做一些評論 這是什麼會 我好想開一個現場 這是什麼樣的情況 非常沈默但又非常的好色 對 所以看完那些本本會讓你就是 滿足就不需要去打炮 我很好奇這個關係 我現在的滿足度很高啊 喔真的 對而且因為我看的都是男生跟男生 所以我現在就會覺得 呃 女生跟男生的性感好像有點無聊 哈哈哈 那個都畫的很那個欸 他畫那種雞雞很大 然後插到鋼門裡面 然後射就 他射就 他射就 對然後他射就射 還倒噴 而且那個倒噴是有力道 沒錯 他就剛剛講的那個獸 會滿出來 還有很多獸畫 獸畫就是男生不是會變成狗 狗嗎 然後狗就他的雞雞就會倒狗 然後他就有畫出那個倒狗的情結 所以一般的屌已經沒辦法滿足於你了 我覺得應該說是會覺得現在就是做愛與貓 很無趣 對很無趣了 會覺得看本本比較快 那我反過來問你 你會覺得說年輕沒有太早看本本很可惜嗎 就是喔我 對不好意思剛剛扯遠了 我就想講這個 每個階段都會有每個階段的亮點 就是你想想要做的話就趕快行動 可能因為我也是雙子做 沒錯 我based on雙子 然後 所以我就覺得我也是覺得 我有什麼想要知道 或我有什麼想嘗試 我就會很想要馬上去做 比如說就是可能 大家還在猶豫的時候 我可能就已經先頭就洗下去了 後悔的時候我再後悔 後悔大 就是沒想清楚阿小姐 就是沒想清楚阿小姐 這句話是沒有想清楚耶 我有一個疑問耶不好意思 我跳來問你剛剛那個BL那個部分上面 女生弄的時候她會 你會自己噴水去噴到那個漫畫上嗎 你會邊摸邊看嗎 我會邊摸邊看阿 但是我不會射在上面耶 對阿 因為我們女生可能流的那個水 它是捲捲細流 它不像射鏡一樣是啪 不是啪出來耶 所以我可以馬上拿衛生紙擦掉 那洪星牛最近有什麼優惠 要跟我們提醒的 我們一直都是有免運 然後24小時內出貨 然後5%回饋金 這是基本保底 最近這一次我想要帶來一個 我們之前不是有講那個啤酒嗎 後庭的那個前列線的那個 有 那個真的很好用 然後我知道還是 還是有很多聽眾朋友們 跟顧客在觀望中 我告訴你不要觀望 我現在開一個叫做女娲補天專案 什麼意思 你知道女娲補天嗎 你有看那張圖嗎 可以動她 什麼話故事 對它是就是超級優惠 然後會送你清就是清潔的那個東西 享受高潮 我們再看一下啤酒 好 再一次 他會旋轉 他會旋轉 他就是按摩你的前線 這一個真的到了 你知道這一個 好厲害 好了 好了 你知道我們有一個那個 桃園劉先生 他的原配非常的保守 沒辦法接受這個東西 可是他已經到了就是樂林 他要追求更高的刺激 然後跟他想要就是前列線按摩 就是更爽這樣子 他找了一個那個 反正就是小三 然後經過常常他在桃園還買了一戶 然後就小三坐在裡面 然後他會固定去 然後就是小三當然跟他做的時候會編玩這個東西 因為他後來跟我們成為就是朋友 他買很多 反正小三讓他發現了一個新的天地 不是他本來就知道這個東西 然後小三可以接受幫他玩 對然後我們 好了沒關係 好好好 他吹下去了 外面不好看 大概20分鐘 好 沒錯 那我們剛才前面講了那麼多情遇不順的一些故事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順暢的 那接下來這個第三個投稿的人非常特別 他叫Terry 他是一個生理男 然後是一個台中人 然後這個人為什麼很特別呢 因為他跟伊布曾經有過一小段的故事 什麼故事 伊布有約過是不是 你們幹嘛 你睡粉絲喔 想睡喔 睡成功 是Terry自己來投稿 說想跟他打拋 眼光有夠差的 Terry眼光超好 他知道誰是90 70 100 以為是在講三文 你在做什麼事 對 個性是70 沒有 這個性是100 個性最高 所以Terry為什麼 所以你們有約喔 我沒有 就是因為他在台中啊 我就 遠水救不了近 欸我記得Terry是帥哥 沒錯 我記得Terry非常帥 而且他是工程師 他很可愛 我覺得他還蠻可愛的 他說他年薪還有百萬 然後皮膚還蠻好 因為他不好意思 因為他後面還想蒸有 我們可以先把蒸有資訊念一念好了 提高大家想聽他故事的意願好了 好 長寬那個屌的部分呢 是15公分 粗也有差不多4點多這樣子 這樣很粗欸 4點多算很粗嗎 這樣 不錯是不是 對啊 已經平均很高了欸 摳水都留下來了 是還不錯 然後而且他說他自己是為M還是狗系的 然後體脂只有14% 那如果對他有興趣想要約他的 我要很狀號欸 哈哈哈哈 你說兩個 兩個Hand 哈哈哈哈 我要死了 他說如果有興趣想要跟他約炮 想要認識他的人 可以歡迎大家加他IG 怎麼節目有這個功能 就是底線 然後T 然後123的3 RRY底線 這樣 底線Terry 底線 好我等一下去迷他 聽我朋友 聽我朋友們盈虧自負喔 然後那個安全措施要做好喔 對啊 我不知道Terry有什麼喔 海照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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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選到他是因為一部曾經跟他有一段情嘛 那他今天其實是想要問說 他的人生工作未來要去哪裡 因為他覺得他是不是現在可能就已經打到人生巔峰了 可是他約炮一部也不看了 Terry幾歲 Terry29 30這樣子 然後他說他現在是工程師 價很少 但年薪有破百這樣子 可是重點是他對於他現在的生活一點興趣都沒有這樣 然後要常常學一些他很討厭的事情 然後他又覺得說興趣好像不太能當工作 然後又怕收入有沒有像現在這麼好 他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不要去做這個轉行 我們這個東西等一下再請教你 好 那因為他中間就是其實有想要引起我們的興趣 我們到底是什麼節目 對啊他還不邊緣欸 他可以出現這裡嗎 他是下半場的故事 他是受歡迎的 人勝勝利 我們有分上下半場 他真的好強烈喔 怎麼辦呢 前面的人聽了會開心嗎 我不確定 那那個Sandyago你可以轉台了 田徑也可以轉台了 Sandyago剛才說解放不就是擁有知識就可以破除一切了嗎 跟嘗試的心 還是要轉台 哈哈哈 好 為了你好啦 那這邊呢就是這個Terry呢 有分享了一些他自己破破的故事 那麻煩伊布這邊分享好了 好 我就以他的角度來念念這兩則故事 我一男剛開始約炮的時候 某次約到一個水細胞可夢 那時本來打算去汽車旅館 那他家住在鄉下沒有什麼汽車旅館 所以就直接把車開到草叢裡面 喔 然後馬上就開始用手摳他的咪咪 然後不得了了 他摳完之後發現第一次什麼叫做流水殘殘稀哩花啦 是在炫耀自己的一些記憶 手機 對對 他身體完滷水連動 整個後座都變得湯湯水水 結果他就開始抽插他的小穴的時候 他真的沒有在誇張 他說那個女生的飲水直接 像花灑一樣 直接就是灑出在後座各個角落 變成一個大水災 然後他射出拔出來之後 洞口就還繼續流著水出來 就他拔出來的時候那個飲水還在流動 真的是一個 飲水機這樣子 對 真的是會鬧水災 然後隔天他回到車上 發現後座就變成一幅白色的水墨畫 阿娜娜是要怎麼請 我不知道欸 但你不覺得他寫得很像琴色文學嗎 對啊 所以我才想說請你來唸 但你可以唸得有點感情 我覺得唸得有點質感一點 對啊 感受二十分 對啊 你感受 我那邊看一邊想說 我對這個故事還好 沒有什麼興趣欸 真的嗎 因為女主角不是他 對啊 他有寫兩篇 你要不要唸一下第二篇 可是我剛剛唸得那麼爛 他會不會生氣啊 我在試一次 你有沒有發現你娘的工作有多難了嗎 對 你很了不起欸 超級難唸 他其實很厲害 超級難唸 近期和一個新朋友大作特作 手不完份的就直接幫他開始摳了起來 結果摳了一分鐘之後 他突然全身就開始抖著 起身顫抖 捂著嘴開始嬌喘 嘴巴不停唸唸有詞 怎麼 那是中邪啊 你本來平常唸經 超怪 而且你在下降頭嗎 我快死了 手中還唸唸有詞 他在唸什麼 他在唸唸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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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Terry應該害怕嗎 他在唸唸 超怪 他說 我就興奮了 笑 哼 我快要死了 他說 手更是挺不下來 結果他突然就是 捂著嘴的時候流出了紅色一體 他把 他自己咬出血了 蛤 天啊 所以這是鬼故事嗎 好可怕喔 對啊 但他還是嚇到軟屌了 然後 他就努力的把愛做完 這故事好怪喔 笑 他的故事都很怪 但因为他是说他是喝醉才打这整封信 所以我们可以想说他应该是 比较就是忙的时候在写的 所以听到这两个故事 你有比较想跟他约了吗 有想约约浴室吗 还是降低意愿 我觉得第一个故事就是比较基础的 然后第二个故事 我是蛮有兴趣的 蛮好玩的 就蛮不寻常的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有投稿价 感觉这个人就是对手真的蛮有信心的 我觉得他是要得到很大强烈的男性的自尊 就是说哇我把这个妹玩到这样 我觉得大部分的一男都这样 你叫的时候你有用言的吗 还是都是真的 奥斯卡吉 除了身以外我还会肢体动作很坏 我会故意就是拱腰 然后还有就是战斗之类的 都会演拳套 这样不就是就是养出他们很自大的型吗 所以是我的错 是 自然啊 他们最会变成那样是我的问题 你们参与了 怪物真的不是一个人造成的 原来如此 那这样你跟Terry到底怎么办嘛 就没办法 我们两个就一直对对方狗叫 就两只高一批 互叫 都没有做 好吵的画面 对啊 就两只挤娃娃 然后还不做 可是他刚是不是想问人生什么指摇方向 没错 对对我们都忘记了 我们都忘了 这才是主咒 好啦 Terry今天他 Terry是一个上升金牛座 然后太阳水瓶座 跟月亮天秤座的人 那我觉得今天要特别讲的是 他月亮天秤座这一点 哦 他月亮天秤座其实在讲的事情是 他是一个蛮追求 公平合作的人 但是他的月亮跟他的天王星海王星有个四分相 所以他人生 应该蛮常经历到这种所谓的人际 一堆的和平感突然被打破 也就是说人际常有可能会受到一些 不平等的事件 这会让他完全的很难去接受 比如说如果是比较以前国高中的话 最接近的词可能就是霸凌 你说他被霸凌还是他会看到别人被霸凌 都会有 对所以应该说这个生命事件应该会对他产生一些影响 这是他月亮的状态 那如果他问工作的话 你刚刚有说他是工程师对不对 对 非常适合 他应该要在那里嘛 因为二六十是他的二工六工和十工 我们大家如果要看职业就下面 先看二六十的能量是什么 他的二六十都是风向星座的能量 那风向星座的能量本来就蛮适合做解决问题的角色跟工作 还有人际共同互动有关的 其实人生不是只有一个方向 所以大概星盘就是告诉你一个指引 他很多行星都落在水瓶座 然后都落在这个时空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他蛮需要做一些新创公司 水瓶座能量也跟科技有关系 所以他如果是做科技产业的 他其实也算是蛮适合的 只是唯独我要提醒上的事情是 他的投稿故事好像有说他的公众可能 工作很无聊对不对 但他的火星在时空 这件事情其实提醒了他说 他的工作需要他努力的去争取某一些事情 或者是跟在工作上他需要靠自己的能力去竞争 他是个需要竞争工作的人 所以如果他今天大家的一个环境是一个比较 太安逸的话 他从心脉角度他真的可以考虑换 只是换的领域可能也不见得需要差异多大 你可以继续往工程师 但可能不是这家公司 他的故事就是他的兴趣跟性向好像不合 那我会觉得不管你擅长什么 你可能要去找到你擅长跟你喜欢事情的交叉点 不然你会做得很痛苦 然后还有一个点 年薪百万你就满足啦 哎呦 又挑战了 我觉得他这样子才激励他 因为我觉得年薪百万 我会有点担心 因为 你说不够活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会有点担心是 他现在30岁年薪百万那不错 可是未来呢 未来有没有可能你的产业被淘汰掉了 那你就会从高点跌到谷底喔 所以你还是要再努力一点 好恐怖喔 每次你解释来都很像那个爸爸妈妈又打电话 这样就够了吗 就是我在 我真的是要为他的人生想 我不是要dis他 这个声音是 时常需要被提醒的 就是跟同温层比较不一样的声音 我会不会又被视讯骂 我觉得这不会骂吧 因为我觉得这是善意的提醒啦 我其实个人蛮看好Terry未来的发展 真的吗 他会赚钱 除了水平做能量之外 比如说我们在逻辑推断的时候 比如说他今天时光水平做嘛 可是水平做我刚刚讲延伸了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嘛 可是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什么行星介入的 会成就他的时光的成功 那行星介入的就是太阳金星跟火星 很多耶 那比如说刚刚讲火星有点是 我要自发性的为某一个目标迈进 对 这个逻辑推论上 创业者就会比 比如说在一般工作当工程师 来得更直接 感觉可能引动到火星的能量 所以你意思说更有可能是自己创业 对 尤其特别是他现在的公司 我没有鼓励他说一定要马上立刻创业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他现在的公司 他发现有缺乏动力 缺乏竞争感 缺乏往上的动力的话 是个目标 他有工程师的技能 可是他可能可以先往一个 换个环境实际看看 我建议Terry最后一个不好意思 就是我不管你有没有创业 就是你要解决你现在工作 没有新鲜感 没有疲乏这件事情 你把目标再塞高一点 你现在年薪百万嘛 你把他塞 我要年薪五百万 这样你就有一个目标的动力 我抓到你了 Jesse每次的策略就是说 丙再画大一点就会更快乐 最可怕的那种老板去打标 还可以说再往上 不是 可是打标你会有相对应的报酬吗 那个是OK是OK 那那个是每个公司不要 就是我自己说 就是你可能要自己胜选 你现在的心态就是满足了 就我是不是就留在这里了 你绝对不能满足 水没有满的那一天 你要一直满了 就要把杯子再换大的 就是你 他好像现在在做决定说 我是不是就要安于现状 可是我我也蠻理解 但Jesse是说你还有能力往前走 我蠻理解Terry的心情 因为我也是变动星座的 我在一个环境待久 我是真的会觉得太无聊 他就会觉得缺乏动力 然后每天起床要想到要上班 要要做跟之前一样routine的工作 就是我之前做小编 我也是这样 每天都活得很辛苦 我觉得Terry并 我们刚刚虽然给很多建议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Terry的心向上来讲 他并不是一个经常会想要改变太多的人 因为水平座其实是固定星座 那他这样要怎样 我也以为水平是变动 不是那这样他要怎样 所以他可能要看好目标之后 再下好离手 那我就觉得我们的 建议就是你可以想着就是更大的饼 或者是想着创业这件事情 你现在的生活就没那么痛苦 最后提醒我们的小帅哥Terry啦 给他一个阿姨的提醒 你要干嘛 我觉得他要留意一下就是 呃职场环境中的人际关系 啊 因为他的月亮六宫 然后四分响 所以我觉得他 人际关系这一块 其实他最需要加油的 我们花超多时间在解Terry 哈哈哈哈 我们超爱 你是要对得起Sandy 阿哥跟小圆丁 我们超本心啊 超心本心啊 小圆丁跟Sandy阿哥会哭欸 那我最后再建议 哈哈哈哈 小圆丁跟Sandy阿哥还有问题可以私讯我们 没有问题 我们私下解惑 Terry也是喔 哈哈哈哈 Terry当初为了要应证 当Eboo的炮友的时候 还有把吊召传过来 非常值得满意 所以大家欢迎就是去找他IG 我会把它放在节目资讯啦 你是吊召吗 不行 不是啦 那我说IG啦 IG有红犀牛的导购连接 跟他的那个IG 哈哈哈 跟Terry的IG 那我们刚才前面其实讲了 就是两个失败 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嘛 Terry 不要说失败啦 我觉得是还在努力中 对 没错没错 还没成功的人 就是他们有尝到失败的经验这样子 未来可期 那想要问大家 因为其实我们说不定都有失败过 那大家有没有曾经 什么Pepple是可以直接 让我们尝到成功性爱的一些 个人经验吗 伊布 你这个经验丰富的女人 你有什么杀手键 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像JC刚刚就是说 把那个年龄改小一点 哈哈哈哈 不是 我的前提是因为伊布看起来 就是不是30岁 你知道吗 他可以 可是一般人不要哦 哈哈哈哈 哈 这个问题拷倒我了耶 因为就把我的profile摆上去就成功了 哦 没有啦 哈哈哈哈 你给麻烦都已经丢过去了 我要分析了 哈哈 没有啦 成功了 因为我自己 老实讲我自己是蛮喜欢 就是先跟对方有一些 因为我刚才也讲到 我也有很多最后没有约出去 约成功的 可能我的第一阶段 就是我要先聊得来 我不喜欢就是 我们单纯就是做完之后 两个人就互相发呆 或是对方就离开 或者我就离开 这种就是像 只是为了解决性欲而相处的模式 我比较常会是找那种 就是我们可能 至少都会先聊个两三天 然后我们确认就是 我们在做完之后 我们不会有一个很空的时间 就是温存的时间 我们不会相对两无言 或者是自己滑自己的手机 我最难就是我们温存完之后 他在滑手机的那些事情 可是不是完了就离开了吗 你们还会温存到这么久哦 通常我会约在对方家或我家 所以会度过一整个晚上 对 好完整的 对 好累哦 嗯 蛮累 难怪他说什么 他现在都只能量一次 但是我浮现前 我前两个就是前两个泡手 真的让我很累 是因为他们都要聊到大概四五点 就我们大概是十一十二点做完 隔天还要上班 对 然后有一次有一个最夸张 因为他那时候是午夜 午夜游民 死午夜游民 待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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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业中 他就 早上都要 你也是最近才扣离 真的很嚣张 因为他白天都在休息 所以他就硬要跟我聊天 我们大概做完是十二点多 一点多吧 他就硬要跟我聊 我们就直接聊到四点多 然后我只睡了三个小时 我去上班 然后他就回家睡觉 那我觉得这样这个人不太OK 就从这个可以看得出 他没有在在乎你 他没有在 因为他知道他明天还要上班 他还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衣布很容易营造出一个 就说真的假的 好像都OK 我想要再多加 就跟他是那个 我懂 我是有礼貌好吗 对对对 你才给人家错误的期待 声音又出来了 声音又出来了 声音又开始出来了 我是有礼嘛 她们会误会 个性一百分 对我的个性一百分 就是我很做作 我很会迎合 我觉得那是 那不是 我会把他当成缺点 这是好事吗 我会把他当好事 但是 他在我心中就 评价就扣分 因为他 他如果有想到 就是我隔天要上班 他不要让我那么累的话 那他就让我放我去睡觉 他不会一直想要跟我聊天 就我今天对你好 结果你不珍惜 我明天就不会把这个好给你了 对我就不付出了 就我后来就不陪他聊天 他后来的讯息 我都大概放了两三天才回 还是会回 偶尔还是要背雪面 后来就不回了 后来就没有 原本我就这个心态 就想说 因为也没有别的对象 我就先放着吧 就虽然对他冷淡 可是我们还是就是 先养着 对先养 就是鱼池里还是要有东西 大家真的觉得他个性有一百分吗 越转十分 而且我们的题目是 怎么提高成功率 越扯越远 对啦 我们到底在聊什么 难怪你会跟对方聊那么久 因为你自己把话 你扯远喔 我很会开话题 我吓到耶 我吓到耶 我会开话题的 他每次都 我每次穿越街市里被买 每次都会XX 他就说 我刚刚讲到那边 你又扯远了 他每次都讲那句话 你还叫我们朋友全名耶 你不是会剪掉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自己提升成功率的方式 就是我先用聊天来过滤对方 我觉得有时候成功率提高 还有个要素 就是可能 蛮明确 就跟对方说 你可能现在在寻找 什么样的关系 或什么行为 你不要花很多时间跟对方之后 发言你们两个根本没有共事 比如说有时候 我今天晚上就要的话 你就花一大半时间 都在跟一个 他根本今天 没有跟你约炮的人的话 你就会 浪费很多时间啦 应该说今天你要约炮的话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目的 只是约炮 就要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 比如说你的第一名是尺寸 那我就先尺寸全部都塞塞塞 我就是一定要16公分这样 那成功的话 那就约出去 但如果你今天是 已经知道说 我今天想要找伴侣的话 那我当然是要找就是聊得来 然后又可以换IG的人 这样子 所以就这些前提的东西 我觉得好像确实就是 都只能透过聊天的那段时间 来过筛选 所以基本上又回到你那一点 因为你的节目可能没有太多艺难 但我还是想说 我跟大部分艺难交手的状况来讲 很多没有办法进到成功的这一阶段 就是因为他们真的不太会聊天 真的吗 你今天是一个 呃 呃长相大概就是 比较普 路人 路人像 其实普比较好听 真的吗 好啦 那我们用普吧 标准啦 就是他可能就是一般人 然后身材也没有特别练 就是他可能不是会特别去练身体 然后他的那个表现都是差不多 可是他聊天的时候 又像刚刚那个帅哥一样 嗯 疯狂在句点点 那他的 他要成功 对他成功的几率就很低 所以我觉得 艺难可能就多多去了解一下 就是怎么去开话题 培养一下情调 就是你的前戏拉长一点 嗯 营造气氛 对 恋爱的感觉 然后刚才龙王讲的那个 而知道你要什么这件事非常的重要 嗯 所以你就可以 依照那个顺序就直接去约人 对成功率就会上升 没错没错 我想再提一个 在讯息当中跟他讲说 你会自备润滑衣 你会用什么东西 真的很爽 要不要我帮你试试看 嗯 正常人有时候听了都会觉得 好像可以得到某种服务 这样你们的那个 嗯 成功率也会变高 提供给大家一个方式 因为像其实男同志 嗯 有些人他们不一定会带润滑衣去打手枪 我只讲打手枪 嗯 就是帮你尻 这样子 他们没有要衣领 他就只是要尻尻 那有的人就是越尻尻 他没有带润滑衣 对 或是他没有带会热的日食 或火星润滑衣 这一些 嗯 可以试试看很舒服 就会提供不一样的刺激感 对 而且其实 刚刚讲到这种 就是不依领的性交这件事情 Fraud 就是在男同志族群 开始有起来了 Side Side 就是他们就觉得说 就没有必要 就是一定要 是依领才叫性爱 是 我们其他的形式也可以 就有个新的叫Fraud 这个我们要试试看看 我怕这个新的叫Fraud Fraud 就是两个人 都硬 接在一起 然后互相磨 就用润滑衣 然后互相一直磨 像龙龙的话 你就是趴着 趴着 然后铃耳又像 你就这样 因为我对他印象太深刻了 我那天才跟我投资角 我忘记你的名字 然后我就跟马丁讲说 那个谁谁谁 他说哪一个 我说就是那个 他要大白晒压在地下干的那一个 他说哦 龙龙 所以在我们这有一个 专属的那个角色 专属的ID 专属的性爱ID 很特别 好啦对 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叫Fraud 就是他们新的在玩 所以像这种 那个Frauding的 或者说Side的话 感觉就蛮需要 可以有其他的 助性的方法 对 因为我觉得感觉 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那我们这边 洪熙你有什么 推荐的一些产品 可以做吗 我如果是润滑衣的话 我就是推荐你们要玩 就玩日食 就是纯粹不是后庭 就是前面再靠靠 或是互相摩擦的话 日食就是GX 台湾这个品牌 那台湾就两 润滑衣我自己 我们家这样赛选 两个品牌可以买 一个是H牌 一个是GX 那GX是我们家在推的 这样子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就是我们会在 节目资讯栏跟之前一样 都会放上专属连结 然后会有专属折扣 就折300折200折100 这样子 然后提供给大家 那你们就尽量来逛 然后也可以来问我们问题 然后还有刚刚前面提到的 女娲补天专案 就是啤酒的那个套 非常厉害 对希望你们大家都可以 就是天天都高潮 然后性爱满点 我跟你讲 你要在你可以享受的时候 尽量去享受 当然要安全 真的 因为我看到人家有高潮 那就是开心 就好玩 我会觉得这样子是一个 他有在享受他的人生 他知道他要什么 他知道那样子 他是开心的 对啊 你好感人喔 他是一个土地公 土地公 好 那就欢迎大家就看节目资讯栏 看有哪些是推荐的商品 那大家就可以买来享受看看 因为我真的觉得 我们自己用完之后 其实那一次的经验都还蛮不错的 而且后来我还是真的会 就自动自发拿出来玩 对 他会成为是一个选项 情绪玩具不是说你玩了一次 就哇 我以后就上瘾了 我跟人就没办法做 不是 他是一个你某些时刻 会拿出来回味的东西 主性很好用 对 然后我跟大家稍微就是提一下一个 小小的秘性 在玩具的方面 就是你们在下单的 去任何商城 或是去任何实体店面买都一样 你去问他保固 你看他保固多久 就可以知道说 他们的产品周期在哪里 因为有一些他没有保固 有一些保固一个月 保固三个月 保固六个月 那个就代表他的玩具的品质就是 容易坏 因为正常要八个月以上 好看喔 对 那我们家是一年这样 就提供给大家一个方向 谢谢红犀牛 每次都学到很多 每次都没错 跟你们分享 好 那我们最后呢 我们就要来跟这些不管在情场中得意还是不得意的人 我们是不是来跟他们鼓励一下呢 我觉得就是 其实约炮有非常多的方式 那就像龙龙之前讲的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嘛 就不管是交友软体上啊 或者说你去酒吧 或者说有些人就是非常喜欢野外嘛 所以你就可以去公园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你想要达成你一定达得成 只是你还找不到对的方法 然后也不要讲对的啊 就是你还没有找到适合你的方法 然后有时候我觉得就这件事其实很现实 就是基本上我们某种程度 如果是在交友软体上就是某种像商品的感觉 啊有时候就是没有看到你的标签说你是什么的时候 就会不知道要不要买你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找到自己的风格跟自己的特色 人家才知道说我要买的东西是什么 是不是很自分主义的脑袋 没有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 这就是政治 就是人与人关系的政治 你跟人的关系 对啊 要知道什么marketing 对啊你看我还帮自己打分数 不要帮我打分数 你说70分90分100分吗 对啊我直接帮自己打起来 好那今天就 你们有什么要对他们说的吗 我们请情场高手来啊 我没有情场我是泡茶 泡场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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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我刚刚也特别强调就是每个阶段都每个阶段亮点 可能你现在卖不出去 但是你可以就是多玩玩具啊 或者多了解探索一下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只要能 只要你有那个心探索性爱 探索自己的事情 这件事情都是美好 嗯 真面哦 没错 因为性爱真的就是要勇敢去体验 对啊各种性癖 请大家也不要有压力啦 他希望龙游 不要吗 勇敢尝试 Terry教我 龙龙跟自己玩也很开心啊 对啊 看他跟地板趴在那边玩 一直醒老 他很在地好不好 跟地球 在地 跟地球亲密结亲 我离地盒很近哦 我也要哭了 太特别了 那就希望大家未来顺顺利利的哦 泡泡很快乐哦 好不好 那就跟大家收声 一定要高超 跟大家收声晚安咯 大家 晚安 晚安 晚安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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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有露到空 马上要去露 一下现场有露鱼 歆 不能 我们踩 dots 怎么没�ık 基本上去露鱼 reasons 整理寸